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这个诸葛瞻的技能 那首先先讲一下诸葛瞻这个人是谁 就诸葛亮的一个儿子 这个大家别搞错了 别把这个父子关系搞错了 那诸葛亮的技能是这样子 一个是关心 一个是空城 那咱们诸葛瞻的两个技能 其实和关心和空城有那么一点相似 这边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诸葛瞻 第一个技能呢 其实是一个回合结束的一个小关心 第二个技能有点类似于空城 但是和空城有那么点不一样 好讲一下技能 第一个罪论结束阶段 你可以观看排队的三张牌 你没满足以下一项则保留一张牌 三项分别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是造成伤害 第二个是煤气牌 第三个是首牌数为全场最少的 若均不满足则你与其他一名角色失去点体力 如果说其实可以这样子理解 这个技能是可以选择发不发动的 就如果三个条件都不满足 但是说不想掉血 可以说直接不发动罪论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诸葛瞻的一点 小细节吧 那第二个技能是这个复阴 锁定记 你每回合第一次成为杀和决斗的目标后 若你的首牌小于等于此牌的使用者 则此杀对你无效 就换句话来说理解的话 就是如果对方四张牌 咱们三张牌 对方出了一张杀来杀咱们诸葛瞻 这张杀就是直接无效的 那同时是一个锁定记 锁定记的话大家都懂吧 就是说可以防止一些这个奇怪的 像这个关羽的一个异决啊 包括怎么样的都可以说防止的 那简要来讲一下 这个祝葛瞻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吧 就是一个三血三伤星的武将 如果再放在军吧里面就很容易 也是说死于不明AOE 或者说一个直伤嘛 就这个武将他不怕杀和决斗 但是他可能比较怕直伤 那也是说我比较喜欢的武将 我这里说直接升三星了 那过段时间升个四星 就至于这种有操作感的武将呢 就我经常说的一个有操作感的武将 我还是特别的喜欢的 那咱们这个废话也不多说了 就带来两把质量局吧 一把是一个斗地主的一把压力局 另外一盘是一个军八的小内的一把对局 其实质量都还挺高的 好这边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斗地主的视频 这边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农民啊 农民这边一个甲葵一个草啊 就这两个农民呢 换作任何一个地主 其实都不太好打 那咱们看这局怎么去赢了 这里棋手还算不错吧 顺杀逃还无蟹 那这边摸牌摸了一个这个无蟹和这个拆杀 那这边先打曹王嘛 就有曹王的局都先打曹王的 铁锁重铸了一下 这里不可能通过这个曹王去打甲葵嘛 就尽量还是说不要去碰这个甲葵 让他去过牌 同时防止甲葵说来打咱们 咱们这边直接说把闪拿下来了嘛 因为这边只是说没有弃牌 所以这里只能发动一个摸一牌的罪论 那火攻咱们咱们直接打无蟹 防止说这个甲葵对咱们造成伤害 一张杀 这么这边 因为甲葵的手牌小于我们嘛 那这边就出一张闪就可以了 好曹王这里开万剑 我这里还是不是很想掉血嘛 直接打无蟹可击 然后这边甲葵掉血了 那没办法 他就是摸了三张牌上去了 那到了咱们这边呢 还是说两张杀去往曹王这边杀 然后这边就过了 然后同时这里呢 咱们手牌数最少 然后加上造成伤害 加上没有气牌 就直接说回合外的一个三排 就谁还不会一个必约呢 是吧 是吧 甲葵 好 甲葵杀咱们 因为他的手牌比咱们多 这边直接说复印 就直接说没效果了 然后他这里挂藤甲 铁锁连环连 自己就说实话 一个甲葵这样子卖自己 有点难打了 好 看这个曹能不能拿出一个火攻 或者说火杀 火攻甲葵 然后帮助甲葵卖血 同时打咱们地主两张牌 其实这里呢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咱们这边手牌断杀了 好 大家可以记住这样的一个闪电 这个闪电的话 其实诸葵战争局 还是说不要挂闪电比较好 好 这一手呢 这一手呢 我其实是想火攻自己 然后看看能不能说 把甲葵给击杀掉 击杀掉 就是把这个限定机给打出来 就如果把限定机打出来以后呢 我这张顺武器 好像是想顺这个藤甲的 所以这里 我没有说去先顺甲葵的手牌 没想到这个甲葵的手牌 确实有点有点离谱了 那这边计划有变 那这边只能说不顺这个 不顺那个什么东西了 不顺藤甲去选择顺一张手牌 那这边灌完了以后 吃一个桃 吃桃又是这个三张牌嘛 但是这里我们因为发动了这个斧子 还有说火攻去砌牌嘛 他的诸葵战的一个回合内的砌牌 他的砌牌机制是这样的 不只是一个回合结束的砌牌 还包括火攻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这边甲葵挂着杖八来 决斗咱们 咱们这边只能认怂 这边杀也不出了 防止说外之卫开一个难门 这边容易爆炸 好这里藏这边就说 杀咱们是杀不动的 因为他的手牌是大于等于我们的 然后他吃一个桃过了 那咱们这个闪电肯定不能不能跳的 这里我们已经到了一血了 只能说靠这个闪电去打死这个甲葵 这里杀一下 然后这边斧子继续去灌这个藏 就是说希望把这个藏也压到一血嘛 就是就至少说让他不能留牌吧 那这里挂扇子也是说 为了到时候去击杀甲葵做准备 这边斧子也说换了嘛 这边直接顶了 好这里说 因为手牌数最少 然后同时造成伤害了 所以这边摸两排 其实这个罪论大概玩多了 就也明白了 好 常常给咱们一个加一码 咱们这边加一码 直接顶掉 把自己的手牌尽量的弄少一点 然后甲葵顺手签上去顺了这个闪电 然后这边常常决斗 决斗 然后看南蛮 南蛮的话 咱们就只能说先喝一口酒嘛 这个桃子回合内在吃 那这边一张杀了的话 因为复阴已经开过了 这里只能吃桃了 然后这时候对面开始送起花来了 哎这个真不把我这诸葛詹当人了嘛 就是说直接这样子送花不好吧 不合适吧 好这里只能说丢两张杀 然后因为说现在是一个这个 手牌数最少的情况吧 所以说摸了一张牌 那甲葵这边杀咱们 咱们出闪 就是其实诸葛詹这边很怕这个杖八 这个杖八他一直拍 他能把自己的手牌给拍下去 然后同时又来杀咱们 咱们复阴又不能发动 好咱们这边开地图 既能跳乐不思数 那这边杀的话也是只能说丢一张杀 这个没有办法的 就是这里如果杀谁 甲葵这边开个信令机 咱们就直接量了 好注意这手 这手我们拿杀 防止说甲葵拿到这个 拿到什么别的牌 同时咱们对于闪的一个需求 并不是特别的大的嘛 还不如说 留一张杀去防一个决斗 防一个南蛮之类的东西 好这里闪电又来了 闪电这里挂起来 然后这边挂闪电 杀一刀这个甲葵 是为了把自己的手牌打到这个 打到不弃牌 所以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回合结束的一个 摸两牌 那这里我会选择拿一个杀 和拿一个桃子 吴宗生 我宁愿说甲葵先开出来 开出来以后 他来杀咱们复营的话 咱们复营也是说可以挡一下 那看甲葵吧 其实这个杖八神毛 对于咱们的一个威慑力 确实太大了 那甲葵这边明显也是说 读不懂复营这个技能 他如果这里读懂技能的话 一个桃子一吃 然后这边杖八一排 是能杀咱们的 那曹王这边下掉咱们的一个加一马 然后杀咱们 咱们吃一个桃过了 还是说比较有压力的 这里闪电千万不能跳 就是这个 这种局呢 只能靠闪电去翻盘了 这里也不能杀甲葵 也不能说怎么样 那这里只能说丢牌了 丢牌了以后 只能说保留一张牌 保留一张牌 桃子拿下来 然后乐不思索去控闪电 然后这里甲葵摸了一张 这个名牌 这个什么东西 名牌这个人王盾 然后他这边顺了一个这个南蛮 顺南蛮开南蛮 然后曹王这边出杀咱们扣血 这里吃桃 吃完桃了以后呢 甲葵这边 其实因为他的手牌已经是 因为我们已经是空城了 已经是没手牌了 所以这边复印就可以直接挡住了 那曹王这边摸来的牌 也没有说给咱们 估计是一张闪吧 就是闪的话 给咱们 咱们也是直接闪掉了 所以他这边直接给了我一个复印吧 那曹王这边借刀杀人 然后出这个 出这个青龙刀杀 然后这边杀 咱们还是有复印可以挡住的 那这边他上八卦阵 那估计手牌是一张闪 或者说他当时摸到的牌 是一张八卦阵 好这边又到了咱们的回合 就是这个闪电 如果再不批中的话 我这边压力就真的很大了 这里边只能说上一个加一码 然后这边手牌是全掌最少的 又没拿到闪电 闪电又没说判定批死甲葵 那这边只能说又拿一个桃 然后过了 拿了个桃过了以后呢 给甲葵这边控一张牌 然后他来杀咱们 还是那句话嘛 这个甲葵玩的不好 他玩的好的话 他可以杖八杀的话 开屋中吃桃 然后再去说选择怎么打吃桃 然后这边 两个拆桥去拆这个两个距离 防止说对面有些乱七八糟 或者说咱们手牌多的时候 他能杀到咱们 吃一个桃过了 然后看这个闪电 这里的话 因为我三个罪论都是不符合的 但是我还是得去关闪电嘛 那这里关到一个闪电 运气还不错 直接把甲葵给劈了 把甲葵给劈了呢 那曹王这边拿一个闪 拿一个杀 还算不错 那这里闪电劈掉甲葵 跟曹王近单挑 那其实没有什么压力的 甲葵这里开限定机 但是这是他自己的回合 他这边直接说 自己说吃技能死了 那这里也是说 朱葵珊是一个 移动版型上线的武将嘛 所以对方他不照咱们的技能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边是一个桃 然后三罪论不符合 然后直接跟曹王去换血 这边曹王就死了 第一把打甲葵和曹王的视频 就斗地主的一个视频 就到此结束了 这里也是能看到了一下 这个朱葵珊的一个 斗地主的一个实测的强度 也算还可以吧 其实他斗地主呢 有点类似于张星彩 但是和张星彩又有点不一样 然后第二盘是一个 军吧内奸的素材 这边都是质量还挺高的素材 那这边主攻司马辉 其实这里咱们内奸 确实压力有点大 因为司马辉他龙凤双印 他不是靠杀和决斗来打伤害的 那就看一眼这个场上的局势嘛 其实这里谁难控呢 一个是多刀将的一个关包 而且关包这边是在咱们的左边嘛 其实就有点害怕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一个这个张义 张义这边也是一个多刀将 张义的一个技能是这样子的 我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 张义第一张 第一张基本牌打出了以后呢 他杀可以可以发动两次杀 或者说可以选择摸一张牌 然后桃子的话 一张桃也是可以双吃 喝酒的话可以9999 然后这边再去杀 这个大概就是连续 就免费多使用一张基本牌 这个样子 那这边张松开五股风 拿了一张南蛮 咱们就只能说拿一张杀 就二号尾 开五股跳反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这边他是选择去这个开了 开了的话 其实我这里呢 最关心的一个人是谁呢 是这个沈吕布 我希望沈吕布这边 直接说全场搅个屎 那咱们这边内奸 也会打得特别舒服 因为祝格战在没手牌的时候 没手牌的时候 就直接说是免一滴 一个杀和一个决斗 这里铁锁连环 我继续去搅屎 我跟着 因为我是内奸嘛 其实这里不好打 那就是开始搅屎了 铁锁连环铁锁连环 然后雷杀去杀关包 关包这里已经是爆没想了 去杀 看司马辉愿不愿意分 咱们一点好牌吗 那这边如果他不分好牌 那再说 他选择分了咱们一张 一张拆条 一张这个加一马 那这边拆条去拆掉 这个司马辉的一个加一马 就跳名内 因为我打内奸 我一直是喜欢跳名内的 那我们符合三个罪论 那这边直接说 回合外的一个三排逼越 这里直接把自己的一个状态 给养上来了 那马超这边红杀去杀张松 还行 没有击杀 那注意这里好招的一个身份 好招这边斧子 去杀这个司马辉司马辉这边还敢闪呢 如果这里好招 这边骑手刷的好一点的话 司马辉这边直接说空城了 或者说张义 沈吕布这边空城了 就大概率于张义是一个忠诚 沈吕布是个反贼 或者说关包这边出忠诚 但是就这样吧 好张义这边开南门 咱们这边还是有杀可以出的 通过这个回合外的一个避遇 还是能出一张杀的 这两张杀 雷杀和浦东杀 各有各的好处吧 就浦东杀能杀司马辉 为雷杀能破铁锁 我这里是选择杀了一下雷杀 我觉得这里可能 雷杀可能更关键点 那张义这边发动这个多刀效果 沈吕把这个吕布给带走了 那其实这边就现在来说 就是一个三打三的一个局势 而且张义这边还是说 回合没有结束的 挂上诸葛连奴去雷杀 那这边好招很有可能说暴毙了 因为反贼这边没有桃子 他这边杀了这个好招 那这边进入了一个挺难打的局势下 我跟马超两个人去二打三 马超这边呢 军八其实相当于有点说实话有点废物的 马超回合那稳定的一张杀的输出 其实没有什么用 那咱们吃了一个这个勒布斯鼠 马超吃了个冰凉寸段 看张聪 张聪这边看了一张这个基本牌 然后这边铁锁重铸了一下 然后把我跟这个马超连起来了 然后一张杀 杀完以后火攻咱们 咱们是注意这里一定要亮梅花 如果有梅花的话 他肯定说凤印再去操作一下 那咱们这边运气很好添过了 添过了以后呢 我需要去找关键牌 所以这里铁锁重铸了 没想到成了一个必马温 那一张雷莎去杀张一 然后勒布斯鼠贴在张一的脸上 然后这边上两个马 把自己的一个这个手牌 搞到这个全场最少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回合外的 一个三排闭约 还算不错嘛 过牌就上来了 那马超这边也添过了 就运气也很棒嘛 看他去怎么打了 丢了一把扇子那行吧 好然后这边反贼这边 忠诚这边呢 是抱有无胁的 而且不止一张 张一张无胁了以后呢 外周围还有一个无胁毒条 反正至少不可能是马超的吧 如果是马超的话 他就肯定不会让张一出来的 祖宗这边还有张无胁 张一这里决斗马超 看马超有没有杀了 马超这边犹豫了那么久 估计是断杀了嘛 那毕竟新马的人这个杀都很难摸 有马术的人杀都很难摸 那这里二打三 不是很好打 但是也能打 其实这里呢 我倒不是怕张松和张一 这两个东西 我是怕这个司马辉 这个龙凤双印 来打一个AP伤害 AP伤害的话 诸葛战还是比较怕的 那这边司马辉同时 继续决斗了一下马超 我们得跟马超合作了 张松看了一张咱们的基本牌 然后也是选择杀马超 马超这里有闪 哎 印象还不错 这股还不会死 那到了咱们的会合呢 这边因为主中这两个人呢 手牌都不是很多 还是说可以去打一个击杀 把张松的封印 移给别人的 那这边直接说顺柔 就顺张松的手牌 然后这边这个红牌 一张红杀 屁股刀 把这个张松给带走了 那看看这个司马辉 怎么去移动这个印了 司马辉看这个张义 这边手牌比较少 他直接把封印移给自己了 那行 咱们这边也是说不能弃牌 然后这边关两牌 关两牌 这里把普通杀留给自己 雷杀留给这个马超 也是说给马超去补充一张杀 注意这里为什么把雷杀给马超 因为这里司马辉是有印的 那结果没想到 这边马超有自己有一张普通杀 那直接九雷 九普通杀去杀司马辉了 其实这里还是比较难打 就张义这里 如果不断杀的话 就压力很大了 他两张杀去杀掉马超的话 就挺难受了 那这个无险可击肯定得交的 那结果这边运气很好的 是马超这边还有一张杀 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其实有那么一点不对 马超这边手上剩了三个杀 咱们空了一张杀 那他当时决斗的时候 他为什么说不跟司马辉 或者说张义去拼点 那这边司马辉火供 咱们还是说亮梅花 然后他这边九杀 咱们出闪就行了 那他这里怕死 估计也是怕死了 这边直接说开小夜眼了 打得着急了 那这个小夜眼开掉了以后 咱们的压力就会小 特别特别多 就如果只是靠张义的 一个多刀效果 和一个司马辉的话 我觉得祝可战 这里完全能一打二了 司马辉这里先杀 开物中有点离谱 那这边咱们被压到一血过了 那看咱们 咱们先火攻一手张义 火攻完张义了以后 再去说选择怎么打 张义的血线 一定得压下去的 这边亮黑桃 那咱们直接说丢牌 丢完牌了以后 开南门 开南门吗 这里司马辉肯定是不会死的 这里注意这一手 这一手一定要去打方天化级 为什么 司马辉这边已经过了 很多很多很多牌了 你说他手上不是闪 闪九逃 我是不相信的 而且这里 如果说把司马辉打到冰死的话 张义这边也是说可以压逃的 这一手绝对不是说什么 有心想撕票的行为 这个小内劣势局 得去赌一下 那咱们这里给张义说 空了一张闪电在他的头上 也是说防止张义说 摸到一些很奇怪的牌 一张拆掉拆掉咱们的一个这个闪 然后这边开始测自身 估计也是断杀了 这边喝酒 然后这边选择摸了一张牌 然后挂了一个闪电 他不管怎么打 他的手牌不可能比咱们少的 就是他必须 他可能会留一张牌 或者说怎么样的 因为他有张名牌闪电 他不可能一回合内 同时挂两个闪电的 那司马辉拆掉咱们的一个冰凉村段 然后顶了一个武器 那到了咱们的回合 注意这注意 张义这里一手闪电 其实惊天臭手好吧 那我一张杀去杀张义 张义这边闪 然后过了一张牌 那咱们这个发动负论 陶子留给自己 然后闪电去批这个张义 然后闪留给司马辉 注意这一手 闪电批司马辉 闪电批张义 然后一张明闪在司马辉的手上 这个牌型可以记 一定要记 打到残局的话 内奸这边一定要去记牌型了 那这边张义被批死了 今天臭手喜欢挂闪电 然后喜欢发些奇怪的表情 喜欢喝双酒对吧 那这里看司马辉摸的手 是什么牌 司马辉这里挂了一个藤甲 藤甲直接给丢了 那他手上是一张明闪 咱们吃一个桃 然后这边桃源直接给丢了 然后发动这个罪论 罪论三点都不满足 弃牌了 然后没造成伤害 手牌不是全场最多 直接说三牌关心 然后这边桃子放最后一张 然后直接说一个体力流失 把司马辉带走了 那两把诸葛珊的素材 还是说比较好看的 那其实诸葛珊君巴并不强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精彩的素材呢 那就是这个豆浆咸鱼的水平高了 对吧 好吧 那也这个也是说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相观看了 那行吧 这里有点紧张了 好吧 那也是说质量挺高的 求一个三连和关注 点个赞什么的 那谢谢观众老爷们 那我就溜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跑了 溜了溜了溜了 感谢观众老爷们